这是叶先生的信 叶贤辈 这事要闹什么呀 怎么巴巴地写信来骂你呀 冬至剑 我要吃饺子 白菜猪肉馅的 这信 什么意思 七爷和大巫 在南疆要准备些珍贵药材 叶先生他等不及了 就先行回来了 故此派南边的分号 将信寄了回来 辛苦你了 平安 师父 大巫是谁啊 妾又是谁 所以叶贤辈是请了他们俩 来跟你治伤的吗 什么他请的 早知道叶贤辈这位老朋友 便是大巫 还用得着他请啊 你还没说呢 这两位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这两位与我是晋州的旧香师 都曾为晋王效力 后来被晋王伤透了心 便远赴南疆 再也没有回来 那这两位 当真能治你的伤 大巫精通医术 又知晓许多南疆的巫谷秘术 七爷向来谋定而动 他们如果决定来重远 想必是有几分把握 那这不是好事吗 既然你们是旧香师 那咱们为何不早点去寻他 早先 我也没想活 师父 叶贤辈干吗在心里骂人啊 傻小子 这还不明白吗 那老怪物 不远万里地跑到南疆去寻医 进到大巫之后 发现自己豁出老脸 都未必请得动的奇人 反倒还欠着你师父的人情 堂堂长明山谷见仙 到头来反倒成了一个 跑腿送信呢 以老怪物的性格 不记得吐血才怪 骂声混蛋 都算是轻的了 那有什么 最后还不是叶贤辈 请到这位大巫的 不管谁的面子 只要能治好师父的伤 就使些大欢喜 对不对 师叔 大娘 你这个布子 有没有其他的颜色呀 来 你看看这个 这个特别好 阿絮 难得下山一趟 我得去附近寻寻 有没有补画的高手匠人 你带成岭先回去吧 行 早先回来 没事啊 慢走 不然啊 晚饭没人做 我呸 难不成我成奴才了 不是吗 にちは 死我回来了 是 我在这儿 你看这儿 我会不会 我愿意 我愿意 你如果说你愿意 你愿意 你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 谢谢观看